大家好,欢迎来到天天汉语,我是李老师,今天我们来说一说,听,听到,听说,这三个词的区别。 看完今天的视频,别忘了点击上面这个链接去做一做练习哦。 好,首先请大家先看三个短片。 等等,你听,那是什么声音? 什么声音?我怎么没听到? 等等,你听过这首歌吗? 听过,这首歌最近很流行。 听说这首歌是最近一部电影的主题曲。 是的。 等等,听说小美要结婚了。 是真的吗?你听谁说的? 我听苗苗说的。 苗苗苗苗苗,听说小美快结婚了,是真的吗? 是真的,我上次听到她跟你一个同事说,她要算婚纱。 看完短片,你们应该对这三个词有一定的了解了吧? 好了,现在我们具体看一下。 听 ,听,听强调的是听这个动作。 比如,听音乐,听广播,听故事。 再看几个例句。 我喜欢边做饭,边听音乐。 我喜欢边做饭,边听音乐。 我一听汉语,就想睡觉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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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喜欢听周杰伦的歌。 我喜欢听周杰伦的歌。 听到,听到这个词强调的是听这个动作做出后得到的结果。 我们也可以说听见。 比如,她在走路的时候,突然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。 她在走路的时候,突然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。 妹妹一听到打雷的声音,就害怕。 妹妹一听到打雷的声音,就害怕。 请注意一下,听到的否定形式有两种。 如果你想表达,didn't hear,我们要用没听到。 比如,你没听到我在叫你吗? 怎么还往前走? 你没听到我在叫你吗? 怎么还往前走? 我没听到她敲门的声音。 我没听到她敲门的声音。 如果想表达,cannot hear,我们需要用听不到。 比如,这里听不到鸟的叫声。 这里听不到鸟的叫声。 因为她听不到声音,所以她不会说话。 因为她听不到声音,所以她不会说话。 听说。 听说指的是从别人那里听到某个消息。 比如,听说小王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 听说小王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 妈妈。 妈妈听说你快回来了,特别高兴。 妈妈。 妈妈听说你快回来了,特别高兴。 。 妈妈听说。 妈妈听说这附近新开了一家超市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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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大家一个小提示。 听和说的中间可以插入这个消息的来源。 比如,我听大卫说你要搬到上海去了。 听新闻说下个星期会下大雨。 听新闻说下个星期会下大雨。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三个词的用法了吧?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遍今天的短片。 顿顿,你听那是什么声音? 什么声音?我怎么没听到。 顿顿,你听过这首歌吗? 听过,这首歌最近很流行。 听说这首歌是最近一部电影的主题曲。 是的。 顿顿,听说小美要结婚了。 是真的吗?你听谁说的? 我听苗苗说的。 苗苗苗苗苗,听说小美快结婚了,是真的吗? 是真的。我上次听到她跟你一个同事说她要算婚纱。 好啦,今天的课就到这里,别忘了去我们的网站做一做练习。 你在学习汉语的时候,还遇到过哪些不懂的词呢? 欢迎在评论里给我们留言。 我们下次见! 我们下次见! 再见! 再见!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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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